在輔導時,有些人會說很長 例如,我遇到比較多的情況 就是太太,說她的丈夫如何不好 通常我會說,可不可以見你們在一起 但他們又說不可以,我丈夫不肯 我會盡量去輔導太太 這位太太說的時候,都是長篇重複 她說了很多例證 這件事發生,她內宗又發給我 這件事又發生了甚麼事 我發覺她重複的時候,我會告訴她 我知道你很辛苦,認同她的感受 我知道你很辛苦,我知道你很困難,很不開心 在這樣的家庭裏面,你會很不開心 我知道是難受的,即是承認她的感受 我又會跟她說 我聽到你,知道你丈夫的情況很困難 我都聽了出她的言語如何罵你 她不聽你說話,不關心你,不幫你 我知道,我聽到也是這個情況 我發覺你一路繼續去想這件事,一路繼續說這件事 這樣的時候,未必有甚麼幫助 不如我們現在想一下,怎樣幫她 或者怎樣處理幫助你自己的情況,好嗎? 不如你告訴我,怎樣可以幫助你處理現在的情況 可能她又再說了,我現在再說,怎樣幫助你的心 能夠不受影響,有平安,有喜樂,在神裡面有喜樂 也有,這件事有幫助,這件事你可不可以繼續做呢? 有甚麼困難呢? 她可能又說,因為我丈夫對我不好,所以我祈禱又不專心 我們想一下,OK,因為她不好,所以你很難專心 我們怎樣可以專心呢? 或者我跟她祈禱的時候,引導她,教導她 如何不給人影響,就是她專注在神的身上 即是說,當一個人慢慢說一些問題的時候 她說來說一些問題,我就會引導她 好了,我知道這個問題,我亦都將它總括出來 然後呢,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些甚麼處理呢? 我們轉去那個問題,這是一種 第二種是怎樣呢? 也有些人比較成熟的 不過呢,她說話都是重重覆覆 她是比較成熟的,譬如有些 本身都是侍奉的人員來的 或者她是 也有參與一些侍奉,或者是想給神用 不過她說話的時候,她一說 她就說到,我的侍奉又發生這件事 又發生這件事,又發生這件事 她一直說,說我沒有停的 那我就開始,我就會問她 即是,我會想和她溝通的 即是會和她溝通,我就說 我和她溝通的時候,我發覺有一個情況 就是,你會說很多事情 都是你所發生的事 但第一樣,我發現,就是 好像我很少機會回應到你 即是,我都還未回應 接著說第二樣 說完第二樣,我想回應 她是第三樣 我想讓我回應 即是,如果她有心事奉 我就會跟她說 既然你有心事奉 那你和人溝通的時候 你也想人有回應 或者你幫助的人也想她有回應 那你可以在中間停一停嗎 有些人,我發覺她也沒有這種能力 她一說的時候,又是重複 我會有時折一折她 我說,好,我聽過你說的 那你想我做什麼呢 那我就問她 沒有什麼要分享 OK,我知道你是分享 不是有什麼想我做的 有時她說,我想你給我的意見 即是,我會知道她想我做什麼 如果我不問她 她就會一直說完 第二樣,第三樣,四樣 一直說完 我又用了時間 又好像不知做什麼 我就會問她 然後我又會 如果這個人都是有心事奉 我又會跟她說 我發覺,溝通的時候 好像都是一面的 即是,會不會 你和人溝通都會是這樣 如果一面事都是一面 你一直說的時候 都是一面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開始 聽你說話 都會不會覺得很長 還有你可不可以 溝通的時候 你告訴我你想什麼 第一月開始的時候 我今天有些分享跟你說 我今天有個問題想問你 那時候一說了這件事 我就知道她想做什麼 我也有引渡過一些人 她有這個情況 當然有這種情況的人 其實也會有困難 因為她重複說話 她自然比較難 跟別人建立關係 但我會根據她的情況 我會回應她 我不會容許她 每次跟我說那麼長 我會給她時間限制 她會說我現在有些事情去做 你現在想我做什麼 你快點告訴我 我現在有空 你告訴我 這是處理一些人 她說話比較長 但是我們心裡 不要對她排斥 都是想幫她 祝福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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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